哈喽 腾讯视频 Big Bang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 Into One 欢迎Into One做客我们的专访先 日前以学长身份录制了 明日创作计划的Into One 看着学弟学妹们比赛的样子 也是感慨颇多 不过感慨归感慨 聊起团体内部的日常 他们可是瞬间就没了学长的拍头 一群人加起来超过20岁 欢乐的氛围仿佛梦回海花岛 过去一年 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长高 好像有那么高那么一天 但不太明显 那这样吧 小目标小目标 新年再许一个 咱们每年许一个 到了30岁我就不信 达不到一米八多 你就快快到了吧 现在179 现在179 这唱歌了 他都是一米多的人 对吧 这回忍 一米八多 我们在根本镜的时候 我买那个衣袜 但是现在我的房间还没有空间 所以对我难过 他没地方放 对对对 真的 暗示要换一个大屋 是是是暗示要换个大屋 我觉得吧 我期待大家的衣服 因为我是很喜欢衣服对吧 然后呢我真的希望我可以看到 就是不同的风格 我要每天学一学 其他的风格 或者不同的风格 然后呢我还期待那个故宫 因为那天我去故宫跟李莫去过 谢谢啊 不是你了 哈哈 跟李莫去那个故宫 然后他们说 在那个冬天的时候会下雪 然后会很漂亮 所以我真心愿 会用那个胶卷照片 就相机拍一下 你们在泰国穿羽绒服吗 羽绒服是什么 OK 下一位 哈哈哈哈 哇 下一位就到 是啥 很厚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 挂穿 因为是就是 他有一个词你教过我 那个就是那个 不管 不管 温度 要风度 不要温度 对对对 就是不怕热 但是不怕不好看 怕不好 怕不好看 可是有人不能好看 有一些吧 啊 为什么呀 有的 有好看的 有好看的 期待一下冬天 搭配 7 要来一段 一段 从古多有 questioning 来了嘛 不是 他们的问题都很随意 可是到我这就是展现性格的人 他们好奇 对 下次我再这样撕开衣服好不好 给我一件T恤 下次这样 我直接准备一件T恤再剪个口子 谁唱了一半 你来 沙 哈哈 嘿 谢谢 恭喜 este 那博老师 好好笑 保持健康活力吗 都看看李沫啊 看他就想笑 他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因为我觉得我们团蛮喜剧的 每天去看他们就觉得 哈哈大笑 发现一下周围的搞笑的事情 尴尬的 对 下一位来看看人 我的回答其实是所有人对我帮助都很大 因为每个人 但是 我说的都很大 但是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我自己 对 因为 因为我觉得就是跳舞这个东西就是 肯定需要自己去完成的 不能靠别人去逼 因为喜欢一个东西肯定会自己去修理去做呀 蛋糕蛋糕 不敢大吧 没有吧 不敢大吧 你尴尬 你尴尬 这是我尴尬 听说我他现在成为现在在吊鞋帅子 吊鞋在吊吗 吊鞋在吊鞋 吊鞋在吊鞋 我在想就是啊 救命 因为 那个 那个我们在那个红色的台上对吧 然后那个舞台他在上去对吧 然后我在想哎 我的鞋子他掉去那边的地 你以为下去了 对我以为下去了 所以我就是啊 说了吧没关系 就是 快要快要结束了我们的歌 所以就是啊 就这样跳吧 就可以看到我 用了 我用了多少那个店 好就这样 今天我看到潘海他上台前 我说 哇你这裤子好厚哦 然后我一心里一看 他缠了整整个三字的那个胶布 哇 这个后面 噢 对对对我怕 麦克风的东西他们要 再丢一遍 所以今天我贴了很多 太瘦了 裤子都 那个太肥了 对怎么办 太瘦了 谢谢 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 这边也不会说话不算的话 今天起 谁敢第一次 周克宇一句 我跟他起 今天开始起 因为周克宇他刚刚送了我就起 哦 真的啊 哇周恩好帅啊 周恩为什么不送我 送你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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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我等一下出去就送 等一下出去就送 我出去都送出去都送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那个那个当然是那样就是 呃 在营里当时穿过一次 因为练舞嘛 然后后来他们好像就不太喜欢看 然后说然后把那件丢掉 我丢掉了 但是我答应的是我丢掉那一件 不穿那一件了 V朋友说我不穿别的 他小时候看那一件 对对对 所以出来之后就还是有在穿 有机会倒是有机会 但也得看灵感 就是不是说就是 啊 要写就能写出来了 就是刚好就是感觉写 就是写出了一段很不错了 因为我其实每天都有宝石创作 但说实话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是一个是就是新加了某一项创作任务 然后让我就是实在有点疲于在就是制作歌词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啊 最近就是遇到了一些伴奏啊 就是听着特别有感觉的伴奏 都不太适合放那个快嘴进去 未来的话就是可以尝试 就是再找回一下这种感觉 嗯 随远得随远这个东西 有我觉得我们我们所有人应该都有 因为我们那天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在门口路 然后穿着制服带着名牌 然后旁边摄像大哥跟着一堆人围在一起讨论那种战术之类的 看到他们那一刻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 然后进到一个休息室里面摆满了咖啡 然后我们还拿着自己的手机在里面吹个空调 那一刻就觉得哇 居然有一天也可以第三人称视角看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感慨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看别人比赛了 真的是我不知道是要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觉得很非常的relax 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觉得随便 又一次来到这个节目就感觉一切都变了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变 首先特别开心对 就是特感动来到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我就相当于就是那种 呃刚毕业回来就看看看看老师 然后跟那个比我小一些的时候交流 然后呢还特别色死 海花岛那会房价便宜 海花岛那会房价便宜 我觉得就是就是那会儿可以投资一些那个房地产生意真的 那会儿房价真的太不错 不好意思我在三年前就已经有过这个房子了 哈哈就在海花岛 哈哈 你是在家海花岛买房吗 我先跟他出去在那边说报告 对对对对对 路过那个地方 我现在就是 我们可以因为张家元的一句话瞬间冷场 哈哈哈 也可以因为林某的一句话急急啊 够了够了 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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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吐槽这件事情是蛮默契的 看来堪比相声专场的intone专访 大家有没有被他们的火力四射和友爱氛围打动呢 喜欢他们的话 别忘了继续支持他们的音乐舞台和综艺 也别忘了关注他们明日创作计划的学弟学妹们哦 好 好 好